大家好,欢迎大家来跟我学习中文 上次课,我们学习了汉语拼音里的一些生母和韵母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 第五组,三个生母 我们再来一遍 现在我们用 和韵母拼读 比如 个阿一声嘎 个阿四声个 个吴四声顾 个阿四声卦 个我一声锅 个阿三声卡 个阿一声 个阿一声 三声苦 喝 个阿一声 哈 个阿一声 喝 个吴三声 虎 个阿一声 花 个阿二声 学习两个词语 第一个词语 比如他在画画 第二个词语 打鼓 得阿三声打 歌舞三声鼓 比如他在打鼓 好的 我们现在来学习一首儿歌 这首儿歌的名字叫说话 小溪流说话 花花 小鱼脸说话 沙沙 小鸽子说话 小鸭子说话 小花猫说话 喵喵喵 小青蛙说话 呱呱 呱呱 在这首儿歌里 我们来复习一下 我们刚才学过的拼音 第一个 喝 哇 四声 话 第二个 喝 哇 一声 花 第三个 歌 一声 歌 第四个 歌 一声 咕 第五个 歌 一声 嘎 第六个 歌 一声 嘎 歌 现在 我再读一遍 这首儿歌 说话 小溪流 说话 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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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鱼脸说话 沙沙 沙沙 小鸽子说话 咕咕 咕咕 小鸭子说话 嘎嘎 嘎嘎 小花猫说话 喵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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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青蛙说话 呱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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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六组 三个声母 鸡 气 吸 我们再来一遍 鸡 气 吸 吸 我们现在用 鸡 气 吸 和育母拼读 比如 鸡 一声 鸡 鸡 压 一声 家 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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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四声 气 吸 一 一声 吸 鸡 鸡 鸡 一声 家 吸 鸡 二声 鸡 尾 鸡 一声 鸡 鸡 腻 一声 虚 吸 鸡 鸡 一声 虱 大家注意,机器吸和员拼读的时候,要去掉员头上的两点。 我们学两个词语。 第一个词语,搭机木。 比如,他在搭机木。 第二个词语,下棋。 吸,压,四声,下。 七,一,二声,起,下棋。 比如,他在下棋。 我们来看一下这首儿歌。 这首儿歌的名字叫在一起。 小黄鸡,小黑鸡,欢欢喜喜,在一起。 跑跑土,捉捉虫,青草地上,做游戏。 在这首儿歌里。 在这首儿歌里,有我们学过的拼音。 第一个词语,第一个词。 第一个词语,起,吸,一声,记。 第二个词语,吸,一声,记。 第四个 细 细一 四声 细 好的 我再把这首儿歌读一遍 在一起 小黄鸡 小黑鸡 欢欢喜喜 在一起 跑跑土 捉捉虫 青草地上 做游戏 好的 今天的学习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